字幕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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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早安 我是Camen 今天我們有節目 會去一個日旅旅的LEGO 之前是因為我的護照問題 令到不可以和我們兩父女一起去 今次終於可以去到這個日旅 要好這樣記錄一下去這個新加坡的後花園 好了 現在準備好了 今次我們會開車去 所以挺方便 出門前一定要塗的就是這個 防曬 Sunrise SPF50PA++++ 裡面其實有一個護膚的成分 麻青素 可以護膚之外可以令到我們的皮膚 抗碎老 我最喜歡就是它的質感 它有水潤輕型的精華質地 而且不會泛白 就可以零負擔讓皮膚休息 我最怕就是塗防曬之後 然後黏刺刺 焗住皮膚的 超級水潤輕型 塗完之後 是零痕跡的 韓國出品 必熟街品 塗完之後真的一點痕跡都沒有 我男士都會很喜歡 我還在用這支就是塗我的眉毛和睫毛型 真的很好用 這支是經過醫生的測試 而且一定不會造成色素的沉疊 這支的哲味濃密生活精華 是搶了多種的天然植物體取物 用短短的四個星期就可以令到眉毛更加濃密 纖長和強韌 平時我是要畫眉才行 但今天其實這樣已經很OK 收拾東西出門口 我們星期二日早上過關 非常順利 只不過是馬來西亞回來 通常都是塞在背程 大約是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我們已經來到LEGO嶺 因為我們這次 沒有住酒店的關係 所以就只泊在一個 的停車場 如果你是住這裏的LEGO嶺酒店 你是有Complimentary的car park 這就是泊車的給錢 那就是10塊Ringget 用Touch and Go這張卡 記得出發前就要買定了 有些朋友都會問 新加坡這麼小會不會好悶呢 如果這個地方小 其實真的要去其他 周邊的東南亞的地方玩一下 像今天這樣 我們就來了馬來西亞 真的超方便 如果是JB或者馬六甲 基本上你開車 或者是乘巴士都可以來到 如果是KL那些地方 就可以搭飛機 周圍還有印尼 泰國 都是很方便 可能大概是一個多小時的飛機 就到了 哦 已經準備定 2023年Christmas 那是日曆的關係 所以我們準備都很簡單 譬如我今天 戴了帽子 最重要是防曬 而且我沉了這個 這個就是風扇 風扇吹著頸的位置 是超亮的 經過了很簡單的安全檢查 我們就進來了 有學生歐廷 如果你沒有買過票 就在購票處買 但我們發覺 如果你來超過兩次或以上 其實Annual Pass是很划的 酒店和樂園真的很近 這裡是酒店 然後這裡 已經是樂園的入口 我們這次就自己有帶走路 如果是沒有的話都不要緊 因為在這裡都可以租 有分一個 兩個 以及Wheel Chat都有 要是entrance的位置 就已經有很多不同的Lego的房間 好搞笑啊 這個黑眼睡 小K都更小 所以我們就來這個 Junior Driving School 加油加油 你是不是可以自己開車的 是 是嗎 是嗎 你好小朋友 你好小朋友 怎麼樣啊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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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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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족 WOW 所以都可以玩到很多不同的旅遊 留意到這裡不同的旅遊 其實是有年齡和新高的限制 就可以去網站仔細檢查一下 Chibea這個位置 有些遊樂場給大家玩 這個樂園裡有很多餐廳 今天是星期日 也有差不多的人流 不算等很久 可能每個旅遊是等15至20分鐘左右 學完開車 現在要來開船 現在要來開船 媽媽要來開船 不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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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超热啊! 好累啊! 這個簡直是爸爸媽媽淚水的印證啊! 好像在微博眼淚一笑就要這樣了! 然後呢,我們去看看吧! 我們就是玩這個飛機! 這次你要什麼顏色啊? 我要... 我要... 黃色! 剛才玩完消防車之後,真的超熱! 啊! 幸好有我背後這個風扇! 坐的時候就是輕輕的,就坐裡面! 所以很多小朋友就會坐裡面,家長就會坐外面! 新加坡香港人! 為什麼新加坡香港人? 不是說這些的! 這個位置就是火車站! 大人小朋友都玩得! 我們現在就坐這個LEGO的火車! 可以圍繞著這個魚區,繞一下圈,涼一下風! 這個火車是載到很多人,所以都不用排隊! 今天來到呢,都聽到不少的廣東話! 口音都好像香港人! 沒有他,因為現在還是香港的暑假! 如果我有小朋友這麼小,住在香港的話,我也有機會帶他過來! 這邊就很適合一些... 我們今次來這間Pizza Mania那裡吃午餐! 在這裡大約有五、六間餐廳! 譬如在出入路會有一個! 全門的心都會有! 在這個多元民族的地方,他的食材,很多材料都轉成雞肉! 譬如是Hawaii Pizza,或者是肉醬意粉裡面,都是用雞肉去煮! 這邊有一個手動式的跳樓機! 這次小K就不會玩了! 看人玩也挺搞笑的! 都會尖叫的! 其實這裡也挺建議大家可以買一個Annual Pass 如果你是住在馬來西亞或者新加坡的話 因為一次過就未必玩得到這麼多款的遊戲 如果我們可以逐少來,然後去探索就很棒了! 這個就是量高的位置 很多遊戲就是要4歲,然後105cm以上 然後另一個就是4-8歲 還有8歲以上的 哇!這個是旋轉的火車! 小K一定還沒得到! 接著我們來玩馬仔! 上次小K來到這裡是沒有玩到的 嘗試玩馬仔成不成功了! 小K的身高還是差一點! 在Kingdom那邊其實就沒什麼可以玩到! King's Grill! 這間餐廳聽說也不錯的! 我們就過來這邊就是Adventure Land 這個位置挺棒的! 它有一個濕身的活動 玩完之後可以用身後面的這兩個洞的位置 可以吹乾一些衣服 說真的,我覺得真的需要買Annual Pass 有時候小朋友的成長就是 每個階段不同 未必一次過可以玩到這麼多東西 唯有就是 你買Annual Pass 可能你年頭和年尾已經很不同了! 好了! 很動聽! 誰喺嘗? 誰喺嘗? 是誰喺嘗? 聽說呀 這個兩者飲品很好玩的! 我喺嘗! 你準備好了嗎 這個Linja Ride超好玩 我覺得大人會享受小朋友 手不斷... 我不騎動太多 我玩完之後 我兩個手臂很累 好像做完運動一樣 到時候你就會知道 試這個 Lost Kingdom Adventure 很難玩 要瞄得很準 大人都覺得難的時候 其實不是給小朋友 現在休息一下就來到一個 Playhouse的地方 好 看看這裡 1 2 3 1 2 3 好 看看這個鏡頭 啊 玩到累了 我們居然真的走來看一個4D Show 記住就是早15分鐘前進來 然後就拿個3D眼鏡就可以了 現在的天色好像想下雨 這裡有一些室內地方都可以玩 通常就是一些in-door playground 或者一些可以在Lego的地方 那如果你真的在新加坡出發的話 其實可以有幾個圖片 就來到Lego那邊的 那你就可以是開車 或者是租車來開 又或者你就包車 包著司機給你 或者可以帶一些公共的巴士 都有的 是超方便 如果沒有什麼人的話 真的一個多小時左右 就已經是來到了 過完馬來西亞的關 大約是十多分鐘 那就到了 今天開心嗎 開心 開心 這裡就是其中一個室內的地方 給小朋友開口砌車 然後就比賽看看速度 哇 今天的Legoland之旅就到這裡了 期待我們繼續來探索新加坡周圍的地方 耶 喜歡你的影片就給個like subscribe follow我IG Facebook 到時候有新影片一定不會錯過 再見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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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